哈喽,大家好,现在是午餐时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talkcroft 今天早上就大跌3点多巴仙 再一次的52周新低 也在也说明了之前 叫大家不要随便去接导是对的 这次呢还是一样,不要随便去接导 你可以看到之前这边老的朋友呢 的本钱大概是在这边,这条线 大概就在0.95 0.95 0.95到1块钱左右 现在已经是跌破了 现在是0.945 可以再看一下成交量 今天的半天成交量呢,老实讲的已经是 跟前几天已经是差不多了 就是说才是有蛮多人愿意便宜卖 所以不用紧张 继续等待 等到它这个讯号比较确认的时候 再考虑 我个人认为呢 它只要没有突破这个盘整区 就是这个 就是要站上去这个MA20天的均线 暂时就不用看它 没有站上去20天均线 可以暂时不用看 OK 这个就是我对TALKROFT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分享 帮我去like 当然也是可以请我会杯咖啡 谢谢大家